這個,上半年度吧,三月到五月,確認了湯菲律賓,然後再五一公年實施 好,那其實我在講這個之前,然後我其實是一個教育部的東南亞演習計劃出去了啦 我在講這個之前,前一天他又打電話跟我說,我知道你要講這場,你還是要promot一下我們的計劃 所以這樣有直播就對了,我已經有幫你promot了這樣,你有看到的話我就可以給你交代 好,那其實,我還想問一下大家,其實我不確定大家是不是對菲律賓有那麼的了解啦 還是想問一下,現場有沒有人去過菲律賓的,都沒有 其實我還是想說,其實我在五一公年當地就走了一些公會團體跟勞工團體 其實我還在想,本來我是在群眾服務協會服務啦,那當初是做一些外籍勞工的救援的工作 比如說他們被虐被打,被怎樣之類的,我們會到當地勞工局去幫他們做一些申訴案件 那其實慢慢的會有一些疑惑是,為什麼這群人他們要這麼的千里迢迢來台灣工作 每當我去問他們說,欸你之前在菲律賓工作有什麼呢,說我是老師 那我有一些是,甚至是政府官員,就是在很基層的那些政府官員 那有一些是,一些是body guard,就是那叫什麼警衛 那其實我都覺得聽起來都還OK的工作 而且老師本來是應該在國家做英才的人,為什麼會非得到國外去找工作來養活自己呢 所以我就一直在抱持這個疑問啊,直到我到菲律賓去了一趟之後,其實我有稍稍的釋懷一點點 那其實我還是稍微講一下對菲律賓的介紹好了,菲律賓其實是在台灣南部的一個地方 那他分作三個區域,北部叫盧松,那中部叫比塞亞,南部叫明達納爾 那其實他之前被西班牙殖民過兩百,三百多年 三百多年,然後在美西戰爭之後,又被美國殖民了近五十年吧 然後到1950開始獨立,那獨立之後其實到現在 他還是沒有辦法逃出美國的魔爪啦,其實他大部分的工業 或是他大部分農業都還是出口到美國 大部分大概七成以上的農業都還是出口到美國 然後進口的還是從美國進口那些民生物質,民生用品 對啊,其實到現在他還是沒有辦法脫離美國的貿易的依賴 那其實菲律賓當地的產業是如何呢? 我覺得其實菲律賓至少還有五成以上都還是以農業為主 那他當地沒有一級產業是農業,那他會做些什麼? 種一些香蕉,種椰子,鳳梨 或是一些很基本的那些比較屬於熱帶栽培業的東西 然後出口到美國或是一些西方國家 那其實這些東西都非常非常,還有蔗糖 蔗糖是非常非常非常容易被剝削的一群人 那其實他們非常依賴母國,那個那些,現在已經不殖民母國 就是這些西方大國的價格的控制 那很容易一個西方國家的那些價格波動 他們的收入就很受影響 那其實他們,菲律賓整個都缺乏了一些民族工業 就是他們大部分的都是外國進駐到他們加工出口區 其實菲律賓沒有這些工業 大部分都是外國進駐到加工出口區的工業 那其實三級產業 很多大家看到就是很多Mall啊,就是SM Mall 就是一間非常大的公司,四處都有SM 那叫什麼?Safe Mall 對,它是一個華人開的點,那其實在整個菲律賓有幾百 你知道每個城市基本上都可以看到SM這個Mall 非常大的Mall,非常先進的Mall 那其實在Mall前面都會看到很多的平童 其實那個平複差距是非常大的 就看到很多平童拿著碗啊,跟你要錢 然後或是很多平童的媽媽在幫平童衝著那個畫面 其實那個平複差距就在那個一個富麗彈簧的Mall前面 常常會有這樣的景象 好,那其實這樣大概是對菲律賓的一個比較簡單的簡介吧 其實菲律賓 對啊,那其實我們談到的是 其實我今天想講的比較想的是 菲律賓當地的勞工市場到底是怎麼樣 其實大家都是有問題可以隨時都直接提出來 沒有關係 那其實它是菲律賓當地的勞工市場怎麼樣的 其實在菲律賓當地的人口紅利算很高的吧 人口中位數是24歲 其實是非常非常相對年輕的一個國家 那其實它現在人口近1億 1億的人口 然後 這是大家可以看一下他們平均的 你正常畢業之後你可以找到的一些工作的薪資啦 那其實P所的話大概是 一P所大概是0.7台幣 所以像大家看那個科普中心的 共薪資大概是14000到15000台幣每個月 然後像Tresco世界的話大概是200塊台幣每個月 然後這些其實薪資其實也不太準 大家其實也看到 當地的生活他們吃每一餐或是住要多少錢 那其實吃住的話 吃大概一餐30到40塊P所吧 其實還算相對便宜的吧 30到40到50塊P所啦 大概30-40塊台幣 那其實然後搭工車的話他們叫Gipney 大概一趟車大概就8塊錢左右 大概也是5塊到6塊台幣 其實相對起來是比較便宜一點點的 但是其實他們薪資是 我覺得那個比例是非常的多的 像一天你可以看三輪車跟Gipney司機 其實是300P所每天的薪資 那其實他們的薪資來說 第一個一定是買米 買米一天就會耗掉100塊 三分之一的薪資就去掉了 然後還有一些哩哩喳喳的 其實我覺得每天的薪資其實都是不太夠用的 其實我覺得還是要談過來是 薪資不太夠用的問題 其實菲律賓現在的狀況主要還是 欸我來講什麼 那我現在當機 其實菲律賓的狀況其實薪資上還是相對低的 而且像低線的公務員7000到9000P所 非常的我該怎麼說 大概是六七千台幣吧 其實生活還是沒有那麼的方便 像菲律賓一般的家庭都有五到六個孩子 三到四個孩子啦 因為其實天主教國家比較沒有 我覺得這是一個避孕嘛 可是我覺得有些人其實是有在做避孕措施的啦 不過大部分一些比較貧窮的家庭就會三到四個孩子甚至更多 那其實本來就很貧窮 那還是有更多會更加的更加的貧困 那其實我覺得還是要回頭講一下 菲律賓最早的產業吧 其實菲律賓除了在那些產業之外 其實加工出口區也是非常非常多的一個大家會去工作的地方 那加工出口區其實會設在 會設在哪裡 其實加工出口區是會設在各個的地點 各個比較偏僻的地點 其實我先放調下一張好了 其實在1989年之後 在馬可思時期啦 其實19780大家知道馬可思 馬可思是 菲律賓是菲律賓的前一個獨裁者 然後他曾經實施了戒嚴 從1972到1981 那在這中間其實殺了十幾二十萬人 那到現在 然後他在中間也跟美國借了非常多的國債 然後依據初估統計直到2025年 馬可思借到那些國債才會還完 所以其實 結果馬可思已經 就1986年他下台 人民革命下台之後 他直到現在都還是 他那個一都都還是在的 因為其實整個國家的借款 他還要還到2025年才會還完 那馬可思其實在 1970年代的時候通過了一個最低薪資的法律 在美國的壓迫之下 其實菲律賓那個時候是 主要跟美國還是有很大的依賴關係 那其實 美國那個時候就 很多美國跟一些歐洲國家有抗議 就是菲律賓的薪資這麼便宜 那他的產品可以用這麼低的方式來生產 那其實回到西方國家去販售的時候 其實他會相當的 西方國家的其他產品吧 會失去了競爭力 那其實西方國家就壓迫之下 在1970... 73...74年的時候 設立了那個... 勞基法 那他就設定 一天至少會有一批鎖的最低薪資 那時候批鎖跟美元是1比1 代表一天至少有一美金的薪資 那慢慢之後呢 他的最低薪資就一路漲 漲到了1989年 大概200多塊 可是那時候 我才是講 菲律賓大概是... 馬可是一路做到1986年啦 然後 1986年之後是他被推翻了 另外一個總統叫 Koriakino 克拉隆 阿琴 亞 艾奎 上任之後 他人在想說 他應該會反... 我本來人在想說 他應該會反對一些 馬可是當前的作為 去做一些對民生比較好的... 政策 可是其實我覺得不是 他就其實更反其道而行 他把全國切成17個薪資區 就切成NCR National Capital Region 就是... 叫什麼? 嗯... 就是國... 就是國際... 行政區 行政區啦 就是最高行政區的 他的薪資是最高的 那他會其他很多很多的那些... 島...島上他的薪資會隨身遞減 其實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大概是薪資區的一個... 分類 那其實他為什麼這麼做呢? 他其實... 薪資區結束之後他就會... 他接下來第二個做的事情是什麼? 他就會把很多... 開始設很多加工出口區 在很多... 你就看那種只有... 只有兩百塊的啊... 三百塊的地方 那就設了非常多的加工出口區 為了什麼? 為了吸引很多的外資進駐 因為他... 他不想要花費任何錢 他不想要花費任何精力 去設立各種的工廠 或是培育人才 他就用很簡單的方式 在這些很簡單的地方 設立加工出口區 那外商可以進駐 然後他有給你那個... 免稅期間 然後給你低... 免稅期間過後 有給你非常低的稅率 去讓你這個公司 會常駐在菲律賓 那他其實... 繳的稅非常低 大概就5% 那5%是怎麼樣的一個概念? 我覺得... 還是要相對比啊 就是... 菲律賓當地的... 工業吧 其實至少都要繳20%的稅率 那其實你一個外商 在加工出口區 以5%的稅率來講 整個就是打趴了全國那種... 我都是... 今天是一個... 非兵人我想開工業 一定打不贏這些外商 那其實整個... 我覺得是二線循環啦 整個民生工業 就更加的起不來 那... 現在的時候... 現在是... 到現在的... 其實最低薪資已經漲到491塊了 那其實491塊... 只有在... 大馬尼亞地區 就... 還是分3塊啦 就是... 北部主要是... 大家可以看北部主要還是... 鋁宋... 鋁宋... 鋁宋島 中間是比塞亞 然後南部是明達納爾 我覺得還是用上地圖 嗯... 這可以用嗎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這塊... 這塊主要是鋁宋 那這塊是比塞亞 南部這個大島是明達納爾 那其實... 491塊大部分還是在... 大馬尼亞地區 就在鋁宋的... 鋁宋島 那邊 這491塊 然後... 其實491塊是怎樣的一個概念 就... 一天... 買米就100塊 然後... 付房租可能就兩三... 兩百多塊 可能這樣... 這樣薪資就已經... 將近... 300塊就去掉了啦 191塊你還要... 可能要買菜 給孩子付學費 還有一堆有的沒有的 其實很多人都是在... 舉載度日的 那491塊其實是... 明定法律的 那其實大家都知道是... 付不到491塊的廠商更是... 大多數 那其實在... 在... 菲日賓一個研究機構 叫愛工房的選手 是一個叫... 菲鳥基金會啦 他們其實一直在做相關的貧窮研究 他們是講說... 每天的... 嗯... 一個六口之家的... 需要... 1119啤酒才能度活 那你就... 你就要去給孩子繳學費 去給孩子買一些補品 或是... 你要買飯 可是飯你還要買菜嘛 你不可能單吃飯 你就配一餐 所以那些買一買之後 他要粗估1119塊 才可以讓一個... 六口之家 就是兩個爸爸媽媽加四個小孩 可以過好一點的生活 那... 那很多菲律賓勞工團體就會講 說... 其實... 1119塊對政府來說也很困難 沒有辦法 一下就挑戰 所以很多人工團體現在真的是... 一千... 一天七百五十元 那件衣服 就這件衣服 一天七百五十元的批索 可以讓大家至少... 達到七成的... 達到七成的... 達到七成的1119... 達到七成的那個... 他們能夠生活的... 安穩生活的那些... 才有達到七成的那個薪資啊 他們可以過得好一點的生活 而且是全國耶 對 而且是全國 他們想要把廢除最低薪資... 廢除全國最低薪資拿掉 其實... 就可以讓那些... 加工出口區不要再... 用很便宜的勞動力去剝削菲律賓的... 就是很多菲律賓的人 第二個也是其實... 儘管有很多薪資分區 但是... 其實他們買米或是買油的價格都... 差不了多少 所以在... 大馬尼亞地區... 四百九十一塊都過得很辛苦 而更衡潤的是那些... 一天只有兩百塊... 三百塊的那些... 基本薪資的地方 所以他們是算日行... 或是算日行的嗎? 其實很多人是算... 算日行的... 就是當天獻給的... 就是... 比較基層的工作 比較基層的工作 大家有什麼問題... 會太快可以... 其實可以講... 對... 所以有... 規定一天幾個小時... 是那個價錢的嗎? 法律也是... 其實菲律賓的... 法律規定是八個小時... 也是八個小時... 所以他們有加班費嗎? 他們有加班費... 法律加班費... 其實一個小時... 在... 在恩斯亞... 在... 我一直不知道... 怎麼翻這個東西... 就是在... 在恩斯亞地區... 他們至少會... 一個小時是兩百塊的加班費... 兩百元費... 對... 法定的... 對... 對對對... 所以其實大部分... 廠商都不會要求他們加班... 因為其實人很多... 你就直接... 再去找另外一個年輕人的力氣... 來幫你做就好了... 那菲律賓的法律也很有趣... 是... 他只有限定... 嗯... 勞金法要做八個小時... 是上限... 但你要加班的話... 我沒有... 我沒有... 規定你... 可以加多少... 就是你可以加滿24小時... 他是... 是OK的... 就他沒有上限... 他的那個... 加班的時數... 我想說... 就經濟學理論... 鼓勵... 資本... 如果固定的情況下... 如果勞工... 不越多嗎? 那如果... 如果... 如果菲律賓開放的... 加工區... 有... 土地不變... 然後外資... 進來的... 資金... 都固定不變的話... 如果勞工越來越... 少... 薪資就會... 慢慢提高... 或者說... 投資的資金越多... 但是... 勞工不變... 那那個... 禁足的結果... 就是... 廠商禁足... 勞工的結果... 勞工的薪資就會... 要長... 可是我們還是看到... 就是說... 菲律賓外勞... 一直來台灣嘛... 所以他們的人... 他們的勞動力在外勞... 其實他們來台灣也不是... 屬於他們高階人才啦... 屬於... 屬於... 那種工廠會用的那些人才... 他們人... 人口一直... 輸出... 勞動力一直... 輸出... 然後... 薪資又一直... 長不起來... 是不是國家有在控制... 我覺得這個國家... 聽起來蠻腐敗的... 因為我們從... 越南和印尼... 他們比較不會討論這一塊...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是... 菲律賓人... 好像社運團體特別多... 特別有結構化... 然後... 特別會去討論這一塊... 蠻好奇的... 是不是... 其實他們... 錄一程度... 到某程度... 他們會去思考這個問題... 但印尼... 越南還比較落後... 根本就想不到... 只是想要把肚子餵飽就好了... 之前還會去算... 欸... 一天花... 一天花多少錢吃飯... 所以這些社運團體其實是... 蠻... 就是這個國家其實... 知識水準... 有到一定... 我不知道... 我只是... 滿外汗... 然後也不了解... 菲律賓... 隨便外汙問題... 這樣子...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其實一個國家還是會有一些... 知識分子去帶動啦... 我覺得還是... 會有知識分子去帶動... 這些討論... 跟這些... 算... 這些所有的薪資... 或是你要生活的費用... 那我覺得第一個... 這個問題... 或是印尼或越南... 我覺得第一個還是... 菲律賓是非常老牌的... 外勞出口國啦... 對啊... 1970年代就開始輸出到現在了... 可能很多家庭都是二代... 或是三代都在... 海外做移工... 所以他整個討論我覺得是... 有他的歷史背景在的啦... 就是這麼長一段時間... 大家會去思考... 而且這麼長的一段時間... 社會結構我都覺得... 沒有太大的反轉跟改變... 大家都是想要好一點的工作... 想要出頭都還是... 沒有辦法啊... 就是... 這個...這個薪資怎麼... 沒有辦法養得起人... 那...大家趕快都... 趕快出國了... 趕快去找其他工作... 第二個... 對啊... 我就覺得... 找... 找工作還是有點困難... 在...在菲律賓... 那到底... 服不腐敗... 其實... 對...對印尼... 越南的狀況... 其實... 我不確定是不是... 因為... 語言的關係吧... 會看... 其實看不太懂他們當地的報導... 但我其實覺得印尼的... 就一些印尼的... 友人吧... 所...所提到... 其實印尼的當地左翼團體的... 抗議跟罷工其實也是相當地... 多的... 對... 只是我覺得還是媒體的管道... 我們選擇看了什麼媒體... 然後或是... 結果我們點了... 有...那些媒體有點了讚... 但其實我們看不懂他們在寫什麼... 我覺得還是一個... 管道啦... 我們有沒有... 有沒有管道去看到這些東西... 那... 越南... 我覺得真的是不太... 清楚... 對... 對... 其實講得很快... 大家還是... 可以繼續聽... 我知道有回答到嗎... 算了... 其實... 其實提不起來... 其實... 那跟他投資者... 投資者越來越多... 有關係... 但其實菲律賓... 還是人口紅利非常的大啦... 我覺得... 大家... 一個家庭都會生三四個小孩... 四五個小孩... 我覺得... 暫時的... 人口饒動力來說... 還是... 對過剩的... 所以他還是可以把你的... 薪資壓得非常非常的低... 那其實... 談到他的加工出口需... 又非常的有趣... 是... 為什麼這個制度... 一直沒有辦法被拿掉... 在馬格斯時代的時候... 他就把加工出口需變成... 我就把這些東西... 通通蓋好... 蓋好之後... 你一些廠商就免費來進駐... 你需要怎樣的... 大小... 你需要怎樣的裝潢... 我都幫你建好... 建好之後... 我再請廠商進來... 那進來之後... 我會提供... 免稅期... 那免稅期之後... 你又可以用便宜的那種... 5%的... 相對於本地工業的那種... 便宜的東西... 啊... 便宜的... 稅率來繼續移業... 那其實是很多... 我覺得這個東西一直拿不掉... 而且又一直把... 勞工壓得很低... 他就一直用... 想用很便宜的東西... 很便宜的... 生產方式來做這些產品... 其實主要還是有一些... 問題是跟... 還是跟仲介費跟... 跟一些仲介公司啊... 跟一些... 跟一些... 他的一些制度有關係... 其實講到... 其實最重要的... 我覺得還是契約化的問題啊... 為什麼... 一直工作這麼... 工作的... 薪資這麼難掌... 其實在菲律賓的勞金法... 第281條裡面... 它其實... 也有講到是... 連續工作六個月... 他會... 得以把... 員工... 視為正式員工... 那其實什麼叫正式員工呢... 其實正式員工... 他沒有... 那麼任意的可以去被開除... 就今天... 老闆說我不要你了... 你就可以... 就叫你善人... 那其實... 沒有那麼簡單... 就是他後續還會有很多的... 需要... 資遣費啊... 或有的沒有的東西... 但其實... 就是其實... 菲律賓... 保險的險打錯了... 不好意思... 其實正式員工... 他會想要社會保險... 就是SSS... 他會有一個... 他會... 就是像我們的勞保啊... 就是你勞了之後... 每個月可以領多少的津貼... 三千塊... 五千塊... 那種... 很可能... 我記得要繳十五年... 還二十年吧... 連續繳十五到二十年的SSS... 然後你才能領有這個津貼... 每個月好像是... 多少錢... 五百塊... 五百塊批索嗎... 還是一千塊... 還是看所得的... 就照你的所得去繳那個SSS... 那都是你沒有工作... 或是你所得... 低於某一個程度... 好像每個月只要繳五百塊... 到一千塊批索吧... 那其實也是非常大的一個負擔... 看到趴一幣是一個存款制度... 就是... 比較像我們的定存吧... 就是他有保證... 算定存嘛... 就保證五趴... 到十趴的一個... 利息... 就是你把一筆錢存在那邊之後... 一段時間五趴到十趴那個利息... 就會回到你身上... 還有一些醫療補助啊... 就是你去看醫院的時候... 其實菲律賓看醫院... 其實... 私人醫院非常的貴... 那他醫療補助也會補助在正式員工裡面... 好... 那其實... 正式員工聽起來還相當的不錯... 所以大家其實都想爭破頭去當正式員工... 但其實礙於療基法281條裡面... 它講的是... 連續工作六個月之後... 你才得為... 視為正式員工... 所以... 現在的很多的... 市場上的開缺... 都是開五個月... 就是... 你來做五個月之後... 就把你丟掉了... 就是... 就真的像明星塊把你丟掉了... 就做滿五個月的... 然後... 你就是做一些... 很簡單的工作... 很... 很簡單... 很廉價的工作... 譬如說... 像你在菲律賓看到很多... 就是非常多的警衛... 那你就會問他講... 你就問他說... 你是... 你是... 正職嗎? 他大部分都跟你說... 不是... 我是在... 仲介公司下面的... 員工... 或是我是契約工... 那契約工的意思是什麼? 就代表他這個工作只能做五個月... 五個月之後... 他就... 必須得換另外一個工作來做... 那其實他的工作非常不穩定... 那... 就會造成一些人... 往往沒有好的學歷去找好的工作... 那就只能一直這樣做... 契約工的工作... 最後就... 只能去出國... 當一工...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 原因啦... 那契約化其實... 他們有一個很好玩... 叫做... 就... 不斷不斷的... 我一個一個契約... 不斷的終結... 就是... 我的工作的樣貌這樣子... 聽錯了... 蛤? comptract... comptract... 我有打錯了嗎? 啊... 好... 那其實契約化... 它指的是什麼... 其實契約化以外... 它又... 有... 指的是中介... 其實除了契約化之外... 它其實還有另外一個... 聘僱形態... 是中介公司... 就是... 那中介公司的聘僱... 是直接固執跟勞工... 那其實中介公司去... 代聘你這個... 就很像台灣的派遣制度啦... 其實就... 根本是一模一樣的制度... 那就是... 跟你這個勞工... 簽企約... 簽完之後... 你再去... 本來... 其實你這個... 呃... 該怎麼解釋好... 我今天這個勞工... 本來要去... A公司工作... 但其實我跟... A公司面試完之後... 他說我錄取了... 那其實來了一個... B中介公司來... 跟我說... 好... 我們現在跟... 我跟B公司簽約... 那我跟B公司簽約之後... 代表... 欸... 現在B公司... B中介公司是我的老闆... 但是我卻要在A公司工作... 就很像右邊... 右邊嘛... 對... 右邊這張圖的... 樣子... 那中介公司工作... 會發生什麼問題呢... 就是其實... 住... 其實中介公司... 僱主就... 不會去負擔那些... 所有該負責的那些... 保險費用... 或是那些... 所有的制度... 制度上需要... 公司負責的那些費用... 那他就會... 不會到... 就會... 中介公司會需要付這些費用... 那中介公司... 其實往往就會去... 歸避這些費用... 或是甚至不付... 因為其實在以往... 在今年的... 今年的... 新的... 行政命令通過以前... 中介公司的... 成立的門檻非常的低... 所以他就把他... 他犯了之後被告發... 那就... 沒關係我關掉... 再開另外一間就好了... 對... 其實就... 跟台灣的玩法... 我覺得其實非常的像... 今年通過是嗎? 今年通過是... 等等我們再會講... 今年通過一個新的會... 其實讓中介公司... 比較那麼難... 比較難一點申請... 不過覺得其實... 那玩法還是差不多... 那其實在中介公司下面... 會有多少的... 會有多少的... 聘僱的樣貌... 其實就是會有三種... 一種就是... 他講的... 公司化的契約工... 就是... 在公司下面... 做滿五個月之後... 就要離職... 那另外一個... 另外下面兩個... 是比較常見的... 另外兩個比較常見的是... 中介公司的正職員工... 就是... 你在中介公司裡面... 當正職員工... 那... 照理來說... 就是... 中介公司要負擔你的... 剛剛所說的... SSS... 然後那些所有的... 醫療保險... 有的沒有的... 那些... 制度上需要... 給你的福利... 但其實中介公司... 往往又不會給你這些東西... 當你去告發他之後... 他就說... 我關掉他就換一個... 所以往往這些勞工... 在中介公司底下... 就會... 沒有這些福利... 那當你被中介公司告發之後... 他們業界就散開啦... 哎呀... 這個人很難用啊... 常常會把你告發... 你就找工作更困難了... 就會其實我覺得是一個... 更難的一些循環... 那他們往往為了工作... 就會... 啊... 冷一下啊... 沒有關係... 沒有這些還好啊... 我就可以... 至少我還有工作做... 那在中介公司底下... 會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很多的科捐掌... 科... 科扣... 其實他就會說... 你透過中介公司... 去跟這個... 啊... 去... 透過中介公司... 去申請某個公司工作之後... 中介公司每個人都跟你收一些扣款... 可能... 在... 馬尼亞... 也... 以馬尼亞地區為例好了... 你透過中介公司... 去申請某家公司的工作... 所以你一天... 照最低薪資來講... 你會領到491塊嘛... 可是中介公司往往就會... 扣你一個100... 150... 所以最後拿到手上... 就會發現... 欸...我只有300多塊的薪資... 其實中介就是被中介公司... 空掉... 扣掉了... 他就說... 這是他的介紹費用啊... 或是一歲... 有的沒有的... 有的沒有的... 有的沒有的雜費... 他就說... 這是合法的... 這是合理的... 他是... 把你扣這些費用... 所以其實... 透過中介公司拼顧之後... 你就會... 很多的費用... 就會被窗中被扣掉了... 慢慢的面臨到最大的問題... 其實還是... 中介公司拼顧的問題... 中介公司是不是... 台灣就是人力派遣公司... 就是人力派遣公司... 對... 其實他跟台灣的... 狀況很像啊... 其實台灣的... 很多工... 工部門... 發包的工作... 發到人力派遣公司嘛... 或是... 不一定是工部門... 發很多... 很多公司... 發包一些工作到派遣公司... 可能發個1200到1300... 像前陣子... 報道者寫著舉牌的那件事情吧... 就可能1200塊... 被這個公司... 發到人力派遣公司... 可是往往... 發到那些... 勞工手上... 就只剩七八百塊... 那中間這四五百塊... 跑到哪裡去了... 其實就是被... 派遣公司吃掉了... 就是... 我覺得是一樣的... 一樣的概念... 一樣的意思... 一樣的玩法... 只是那邊的狀況更... 可憐的是... 你不但被扣了... 而且你也只能被扣五個月... 被扣五個月之後... 你還要再找另外一家... 來剝削自己... 就是另外一個... 非常難... 過的制度... 有些人不是會待在同一個公司嗎? 現在會待在同一個公司... 其實... 對... 其實除了還有另外一個玩法... 就是... 有些公司覺得... 有些勞工很好用... 但是他又不想... 六個五個月就把它批... 就把它批掉... 所以他會怎麼做... 他會找三四個中間公司來... 在他下面... 那... 就是說... 這個勞工今天跟A中間公司... 簽完五個月之後... 他再跟B簽... 那五個月再跟C簽... 再跟D簽... 那同時他就會在一個... A公司工作... 可是他就會... BCDF的中間公司... 他就簽完一輪之後... 再輪一次... 就是... 常常會遇到一個勞工... 在同一個公司工作很久... 但是他其實還是... 契約員工... 因為就是很多... 仲介公司這樣... 完了之後... 他就... 跟很多仲介公司... 簽了不同的契約了... 其實我覺得... 他們到底... 哪有什麼問題... 因為他就是... 那種... 那種...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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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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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覺得這樣講... 對... 可以拿麥克風... 講話... 這樣... 你要喘啊... 有... 講話... 那種... 現在很重... 就是... 所謂的... 契約化... 勞工... 就是... 我要重複一次... 對... 那我... 就是... 契約化的... 這個問題... 我不知道啦... 從一個... 從一個... 因為我也沒有當過契約... 非典型勞工... 但是我會認為... 這個要怪什麼... 可能要... 不知道怎麼討論... 但是... 就是說怪契約化... 我好像又太... 太過了一點... 因為這些人... 他們就是... 其實講實在話... 就是競爭力不高的一些人... 沒有競爭力的人... 他就只能... 任人擺目... 不過... 就我也了解... 就是... 台灣的人力派遣公司... 跟勞工... 是講好的... 好比說... 時薪是... 一百二好了... 他就跟勞工講說... 你時薪一百二... 然後他跟他的... 他跟他的那個... 聘僱的公司... 好比說... 某一個... 大... 大公司... 他包了一個工程... 你每個小時要提供... 你每個... 每個週要提供... 120個小時的人力... 不管你找五... 六個...七個... 不管你找幾個... 反正你要提供給我... 120個小時的... 清潔... 大老大清潔很乾淨... 然後我一個小時給你... 150... 那他跟... 公司談一百... 還跟勞工談一百二... 一百二... 那三個塊就是他的利潤啊... 不然他... 他怎麼生存... 你一塊錢公司... 也要生存啊... 他也要有... 他也要有... 他運作的成本啊... 他是盈利的公司嘛... 那... 那... 那你說... 七月化不對... 那... 那應該是說... 可是這個... 他提供的服務是公司要的... 嗯... 就是... 如果沒有他們存在... 他就沒有辦法去... 讓公司很清潔... 很乾淨... 他自己又沒有人... 他自己又沒有能力去管理... 這麼多清潔人員... 管要... 還要幫他保險等等等等的... 或是要有人去... 孤島嘛... 那他們... 人力派解公司可以做得到... 那他們很能耐啊... 那他們就從中獲取一點力量... 你說... 很... 很殘忍嗎... 我不知道... 殘不殘忍啊... 不過... 畢竟... 兩位都說好了... 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 這是我們覺得... 另一個角度啦... 對... 但其實我在想是... 這樣講當然是對的... 但我其實... 還是想把一些數據拿出來看啦... 其實在今年... 呃... 今年的統計吧... 在菲律賓... 做非典型勞工的... 比例... 所有的勞工當中... 總共有56%... 近兩千一百萬人... 是非典型勞工... 那我覺得... 他已經不是... 我覺得像一個國家... 若是只有10%... 或是甚至15%的人... 做非典型勞工... 我覺得這還算正常的... 全國近... 一半... 超過一半的... 五十六... 五十%以上的人口... 都已經成為非典型勞工... 我覺得這是一個... 需要... 整體來... 整個反省的一個... 結構了... 其實我覺得... 其實我... 我們一直在探討... 仲介公司... 我覺得仲介公司... 其實... 他是必要存在的... 那... 而且他... 他應該收取他合理的利潤... 因為這是他的能耐... 他能去... 他能去安排這些... 勞工... 去做這些保險... 提供公司想要的服務... 這是他的工作... 但... 我覺得... 仲介公司... 還是要提... 他就拿他合理的... 應拿的... 但... 當然合理應拿的東西... 到底是多少... 我覺得... 還是可以去討論... 但是我覺得他要... 他至少要讓他下面的勞工是... 吃得飽的... 活得好的... 我覺得一個人的價值... 是可以這樣去討論的啦... 就是... 仲介公司拿他該拿的... 仲介公司可以生存... 那... 他... 底下的勞工... 應該也要活得好... 這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比較... 長遠... 或是比較健康的一個樣貌... 可是當一個勞工... 被壓的只有... 一兩百塊... 兩三百塊... 這種生存... 然後... 我每天至少要拿... 三分之二的東西去... 三分之二的... 餐點去... 三分之二的錢... 去買我的食物的時候... 我剩下一百塊... 可能都繳不起我的房租... 我覺得這個... 那我就只能舉債度日... 去付我的房租... 或是付我孩子的學費... 我都覺得... 不是一個好現象嘛... 對啊... 我是同意... 派遣公司存在... 但... 要他拿去... 合理的利潤... 那... 拿他... 該拿的... 而且第二個是... 我覺得... 公司的話... 其實... 若是要養一個員工... 其實他還是要... 我覺得... 有些時候... 還是要對員工... 負一些該負的責任啦... 就是... 當然... 這... 其實台灣討論很久了... 就是... 其實台灣很多的... 一些公家機關... 已經慢慢的... 都把清潔人員... 變成派遣了... 像政治大學... 或是一些學校的... 或是一些公務機關的... 員工... 那他們都把派遣之後... 那些... 勞基法... 或是... 勞健保... 都是... 通通都... 規避掉了... 那這些... 為你學校工作一輩子的人... 或是工作... 不是... 不是兩三個月... 不是一兩年... 是十年...五年... 五年...十年的這種東西... 你居然連基本的這種... 他的... 保險... 他的... 健保... 都... 不願意去給付他... 我覺得這個是... 談起來有為... 就很難看啦... 我覺得是很難講的... 不過... 以... 利潤來講就是... 當然我一個機構就是... 規避他的... 我就是要close down嘛... 我就是要減低我的成本... 我覺得一直都是很兩難的... 狀況啦... 不過我覺得還是要談回來人... 人最基本的... 一個人要如何活得有尊嚴... 一個人要如何活得好... 他要如何... 至少吃的... 不差... 是一個很基本... 討論之後再去談一些... 派遣公司或是這些... 從中上菜的起手人... 他要談多少利潤... 這才是其次的... 對... 就是你要講就是... 派遣公司... 就是因為我... 就是... 他其實不算派遣... 他是... 外包... 外包... 派遣公司... 差異的... 對... 然後... 就是其實... 派遣公司... 他一定有... 他... 比如說他們... 像他們的特休... 是沒有辦法累計... 就是每年... 是沒有辦法累計... 就是因為他... 每過一年... 他要重新競標一次... 然後... 廠商又要重新換... 然後他有一些... 福利是沒有辦法繼續累計... 然後... 如果問說... 就是... 派遣公司... 他到底是不是一個... 就是... 一定... 必須要存在的東西... 因為就是... 我在... 政治大學... 反正我們有一個... 社團... 就是... 叫做中止社... 然後我們是在... 關心心結共有勞動權益...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在... 著凶一個計畫... 是... 成立勞動心結合作社... 那... 合作社這個概念... 就是說... 嗯... 讓工人自己... 當家做主... 就是他算... 也算是一種公司... 可是他這個公司是... 嗯... 讓工人自己管理自己... 就是... 每個人都是社員... 然後... 有投票權... 反正就是我們... 嗯... 找... 學校的... 清潔阿姨... 因為大家其實是... 連續性的工作... 可是... 就是... 每年... 都要跟不同的廠商... 競標廠商... 重新... 簽約一次... 我們覺得是不太合理... 所以我們是... 目前是想要用... 合作社這樣的制度... 來... 去跟... 其他廠商競標... 然後如果我們不要到的話... 就是... 可能可以是一個... 突破... 這個... 簽約... 嗯... 派行公司的一個... 嘗試... 對... 好... 就... 就講回來台灣了... 其實還是覺得大家... 我們可以先... 看大家有沒有什麼疑問... 對... 好... 那我還是... 我是想先放一部... 小小的影片... 我先到這裡... research... 對... 好... 是... 那其實是... 其實我們就... 一段點... 我們其實... 那也沒有辦法... 所以它主要還是做最低薪資的這個 為什麼他們要求最低薪資750塊 跟整個現在勞工的一些狀況 他們做的很簡單的動畫 這是一個勞工可以做的 但是講是為什麼他們需要取得最低薪資的這個制度 它說它的薪資非常低所以非常多人要到國外去訪問 如果你想要工作的話, 它的薪資是不會保存在家裡 所以它的薪資是非常低 所以非常多人要到國外去訪問 在馬尼拉的生活不太足夠 那其實很多人就要去過工作 所以它現在講到的是1089 這是去年的數據 就是1089是每個家庭需要的那個 需要生活的安穩 就是一個六個之家的需要生活的最低的表現的一個日子 它的另一個花蝦之類 黎幻子 幻子 幻子 達十年 幾乎 我們 我們 大小老蝦 在這裡 甚至 我們 還有 那就是把各个新市区的那个的话座啊 在我的村子 為什麼 真的嗎 在其他地方 他們的薪水 沒有什麼 他就問的意思是說 為什麼要推這些薪資 其他在其他邊境的地方 比較遠的地方他們薪水比較低 但他們其實買東西的應該也比較便宜吧 那他說不是 saat那些人 在外國人說 應該為農居 在外國人說 無論如何 為何我們 無論如何 為何我們 變得 因為 沒有 點 與 並未來 給生活 第一 越了越多了 在海后, 越了越多了 在海后, 海后事件还ốn产生的 海后排成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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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的 这些地方, 我们不不失了 你看, 为什么特别人要去新京阦 现在, 他刚才讲到的是 它現在分區制度嘛 它講的就是不同地方生活的水準不同 所以它就根據當地的生活水準 去給它當地該有的水準水準 但其實不是 那其實它剛剛講到的是 不管是米啊油啊那些東西 其實它的價格是差不多的 在一個馬尼拉地區看到38塊 1公斤38塊的米 你到了比較那些邊境的地方 到300塊以下薪資的地方 其實它們的米還是30幾塊 其實是沒有比較低的 而且不管以米來說或是油 那些民生基本物資其實都是相同的 所以它們才會一直在推 很多勞工團體一直在推那些基本薪資的 全國最低薪資的事情 那第二個這張圖 其實這張圖是很有趣 就是當勞工是 這是前年 2012年456塊是P所 是菲律賓的最低薪資 在馬尼拉地區 到2015年漲到481塊 大家可以看在左邊的這些人 漲到多少錢 第一個是亨利施誌 是在香港跟菲律賓都非常有名的一個百貨公司大亨 那在三年之內它的財產就漲了兩百億 兩百一批鎖 兩百一批鎖 那其實下面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華人 其實他們就是開菲律賓航空公司的 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他們的 財產都漲得非常誇張 那像私自成 其實他就是一個 我不知道也就是在 私自成開的百貨公司叫SM 就是Safe Mall 他在菲律賓其實非常多的地方 每個城市基本上都有一間SM 都有一間SM Mall 那 他們的員工是他們的櫃節 基本上九成以上都是企業化員工 我覺得很難想像 就是 你一間Mall裡面居然沒有正職員工 全部都是做六個月做完之後就會 跑掉的櫃節 就是大概五個月之後 整個百貨公司的所有專櫃都會換一輪 我就覺得非常的有趣 就是整個企業化非常的嚴重 那說他們 真的沒有任何的 專業被 專業嗎 我就覺得對啦 其實 櫃節是一個 我覺得櫃節其實也不是一個缺乏專業的工作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專業的工作 對啊 到時候櫃節公會在攻擊我 這樣 其實我覺得 是非常非常嚴重的一個現象 那其實 缺化在整個國家中非常的無控不弱 那其實我後來還想提一些是 在看完這些之後菲律賓的一些勞工災害吧 我談完之後就是跟 我覺得其實跟一些勞工災害看回來 其實跟其樂號非常有關係 我先看一下20...我們先看 我先講一下2012年這個 這個事情好了 它是在 蘇利高 在明達那爾地區的一個 一個 百貨公司 那其實很多 其實很多櫃節會跑到一些 城市 不是很多櫃節 我在講什麼 很多 很多人會跑到一些比較城市來工作 那其實他可能住的比較遠 那像這個 這個百貨公司 其實他的狀況就是 很多 住的比較遠的地方 來到這個百貨公司工作的時候 當天晚上沒有辦法回家 因為他工作比較晚 所以他就住在百貨公司裡面 然後那個百貨公司呢 當時 大夥當時他們的門是從外面反鎖的 那他們老闆的講的原因是什麼 他說怕這些櫃節半夜出來 偷百貨公司的東西 好 那半貨反鎖之後 整個百貨公司起火了 他們完全沒有辦法出來 那 就是最後導致十幾個人在裡面 就這樣活哭 然後三個有幸存 那其實他們都 其實第一個是他們大部分的員工 都已經是超市工作了 那其實他們都 有些人甚至不是政治員工 都還是派遣公司來 來到來的 那其實他們 我覺得 就是那個整個對自己工作的畏懼很沒有 畏懼自己工作會丟嘛 沒有辦法去爭自己 腦動的關係 而且其實 工作沒有那麼好找 在幾隻各地 那都要到城市來找 這是我覺得是一個很寫實的案例 在2012年這個 那十七個人死亡 三個人幸存 直到2014 2014 Kentex是一個脫協工廠 在 在 在 旅宋地區 中部的一個 叫本人屬衛蕾的地方 那他其實 這個工廠也是 這個工廠其實只有兩千多個正職員工 嗯 等一下喔 共有兩千多個員工 只有兩三百個正職員工 剩下的都是七月工 那其實他 在大火當下 只有一個主要的逃生出口 那剩下的 就是只有一個逃生出口剛好被火堵住 那其實七十個人就命葬在裡面 而且死的大部分都是七月工 都還不是正職員工在裡面 那最後一個是去年發生的HTI吧 就是至少 在 是在 甲米地的加工出口區裡面 那至少一千個人死在 一千個人死在 他們工廠裡面 那大部分都還不是正職員工 嗯 我覺得其實 他們很多的 派遣工的工作環境相當惡劣 常常會被要求要工作到八到 十到十二個小時 但往往都沒有給足加班費 那 他們工作的環境其實又非常的惡劣 他們 那 像在 2014的CENTES 跟2016的HTI裡面 他們其實在工作環境面 非常充滿了 一些 任意白智的化學藥品 那 就是其實 工廠也 沒有勞動檢查 也去查他們的工作環境 到底是怎麼樣 那間接的導致一些 我覺得間接的導致一些悲劇吧 到這邊大家還有什麼問題 為什麼沒有勞動檢查 其實勞動檢查員 其實整個菲律賓 大概一億人口裡面大概有四千萬是那個勞工 那剩下的大部分都還是在種種田 對 其實菲律賓的那個農業人口還是相當的多的 那四千萬的勞工裡面到底有多少的勞動檢查員呢 我 上次查今年的數據總共有756位 還751位 四千萬比751 我真的覺得非常有趣的一個比例 非常的懸殊啦 我是覺得整個的勞動環境非常的糟糕 如果這些鄉下來從遠道到馬尼拉工作的人 他如果嫌最低工資都活不了 在都市裡面活不了 他為什麼不回家鄉當農民 所以其實是不是在都市裡面的生活還是比較好 像很多內陸內地的人到沿海 大陸大陸內地的人到沿海 翻山越嶺坐車十幾天 他也要去沿海工廠面做那個作業員 是不是其實還是有好一點 其實他們的生活還是在某種程度在假放中往上 往上走一點點 當然都是在假放中往上漲的 中國是另外一個問題啊 當然是從假放中往上漲的啊 我覺得 其實 討論到最低工資 其實我們都不會討論到最低工資 因為 我們的 其實現在高職大學畢業 22K 25K 28K好了 都以為還是超過 基本公司很多嘛 所以 這些基本公司是基層 藍領老公 比較回去care的 因為工廠 有些老闆不守規矩 不遵守那個規矩 或是在早餐店工作那種服務業的 他沒有 他沒有 他沒有檢查不到他 他就亂搞 就是最低薪資是不是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菲律賓的人口裡面有一半 是需要去care最低薪資的嗎 有一半人在 平窮線以下 還是說 這是什麼樣的程度 其實我覺得這是我的問題 其實 在菲律賓三分之一以上的 以下 至少三分之一的人 是在貧窮線以下 生活的 嗯 三分之一 這是什麼時候的數據 三分之一應該 不是很誇張的數據 你的印象怎麼 你覺得認為貧窮的人口中很多啊 你覺得認為貧窮的人口中很多啊 哦 三分之一 根據他就不指望 不指望 我覺得應該 可以有 自己的感覺有一半 他是 他是菲律賓人 對對對 菲律賓人 他是說一半 我覺得大概三分之一啦 其實菲律賓政府自己又很有趣 他們自己訂了一個貧窮線 往下修一點點那個薪資 所以大概三分之一的人 在貧窮線以下 然後 我沒有辦法去回答 到底 是哪些人需要去 他們的勞動權益 但是 我只能就 我讀到的數據來說是 整個國家有56%的人 都是在這樣的工作 環境下工作的 那 甚至很多的 而且很多都是高中跟大學畢業生的 一個國家的高中跟大學畢業生 都是都只能做這樣子的工作 我會覺得這個國家 很沒有希望 講到很像 像金錢比較像是經濟問題 勞動當然 勞動問題一直以為 聽起來是他們的 經濟轉型沒有成功 跟台灣現在有點不一樣 經濟轉型的 如果他們的輕動業 服務業都發展很好 自然 就需要好的人才 需要有勞動力 自然 慢慢的起來 然後他們都還是在做 純 純勞力的工作 然後 你 就 就 就 要活下來的那種成果 我覺得 我覺得主要還是跟 七八零年代吧 再跟台灣 因為五零年代 其實菲律賓是一個非常富有的國家 那其實在 我覺得主要會跟台灣差異做出來 是因為 七零年代之後 台灣開始做一些 十大建設吧 就是 一些 工廠 加工廠 有開始 那其實台灣的民生工業 有慢慢的開始 在這段時間起來 那其實菲律賓這個時間在幹嘛 菲律賓這個時間是 不斷的開放 加工廠 去給各個奇怪的外資進駐 他們沒有基本的民生工業 他們 二級產業這一塊 是完全的 我覺得是完全的空白的 我覺得其實 進階的就可以 再進以後 他們跟台灣就走 本來我覺得很相近的 或是 菲律賓還比較進步 完全走向不同的命運 就是剛剛有講到那個 為什麼他們不回鄉下這件事情 其實在 菲律賓他們在鄉村地區 他們也都是被大資本控制的 就是從 西班牙籍的事情 他們是叫莊園 就是 裡面就是 莊園主就是每天也是給你很低的薪資 然後 這些人 這一輩子都活在 這個裡面 然後 到馬克思時期的時候 他是讓 他們其實是很多的外匯到 世界銀行 就都是美國投資的 產業 然後馬克思時期的時候 他 嗯 就是他 他要做農業改革 但他其實 他都避掉那些 最賺錢的農業 例如說 熱帶出口業 然後 他們就自己 自己創了 自己做了很多銀行 然後 就設的那些公司 全部都是他的手下 他的 經濟什麼的 然後 這些東西 全部都匯到美國去 所以他們其實 很多的農業人口 但是 就是那些農民都沒有賺到錢 那這些賺不到錢的農民的下一代 如果他們得到一些教育 他們可能有機會到都市去 可是都市的情況就是 如這樣子 所以像 剛剛紹帆提到的某些 很多在 薪資 可能一天只有幾百塊 那些人 他們其實都是 都市平民 就是他們都是 沒辦法 真的有一個 好的 住所 他們就是住在很 很邊緣的地方 可能住在郊區 或者是城市的一些 平民庫 之類的 所以他其實是 或者是因為一直破錢 所以他們又被 就這些人都一直被趕出去市中心 但他們又一直回到市中心 我覺得他就是一種 沒有辦法停止的輪 就是菲律賓的經濟是這樣 然後如剛剛 超凡講的就是他們 他們的農業 他們的工業 其實都是很大一部分被 外國資本控制的 對 其實對 就路同所講吧 就是 為什麼大家都想要到 整個481塊地方來走 你看這邊都200塊 265 357 248 255 所以大家一定會 就跟中國的狀況很像啦 大家一定會 湧到這邊來工作嘛 481塊 那他們來到這邊工作的時候 工作狀況會如何 就真的是 剛剛的問題所說是 他們領到了 比他們家鄉 略低於基本薪資 略高於家鄉 基本薪資的薪資 但是 他們會住在哪裡 就會住在各個 就是小巷縫裡面 那種 三坪五坪的房子裡面 然後整個地方非常的 潮濕排水不好 再一下雨馬上就會淹起來 然後六個人 都七個人 住在一個三到五坪的空間裡面 然後非常潮濕 然後常常會有 很容易發霉 住得非常不好 然後 非常的小 非常的擠 那常常三不五時 就會有政府來拆遷說 你們不能在這邊蓋房子 你們這是違建 他就把它拆掉 那拆掉之後他怎麼辦 就只能再建 或是 就只能 他們就自己再建啊 又建起來之後 又會再被拆 我覺得就是一個更多 然後 基本薪資一直不解決 就會更多更多人 一直丟到都市裡面 然後更多更多人 就這樣被 變成這些都市貧民戶 就一直在蓋 牽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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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蓋跟被拆遷 再蓋在被拆遷的循環裡面 因為他們在 都是找不到任何 買不起房子 就只能用這種房子 一直在 那個 那個 想說之後 觀察到 他們的中產階級 到底在哪裡 然後他們中產階級 怎麼樣成功的 然後他們就是 世代的 異族的小孩 就是天生的 中產階級 中產階級其實 你知道 每個移工都是 他們都是出外 就是他們分 菲律賓現在的中產階級 都是由移工來支撐的 就是 至少20%的人口 跑到各個國家去當移工 輸出了大量外衛回家 回家之後 這些家庭就會拿這些 錢 去買一些房子 就至少可以過好一點點的生活 那移工到 就是隨著移工的 工作年齡增長 存了一些錢之後 慢慢的就會 我覺得慢慢厚實的 真 資產階級 就會慢慢這樣長出來 所以其實它是 非常老牌的 移工輸出國 所以大部分 這些 我們看到的中產階級 大部分都是 當過移工 或是現在這樣 有移工的 這些家庭所產生的 其實 其實 下 下 6月25號 我們那一場要講 就是 我們所想像到的中產地 就有點類似台灣的這種概念 就是他們是在本國從事 就是在本國工作的一些 新興的中產階級的 其實那部分的人 他們其實是 怎麼講 決定 貝賓未來 雖然我覺得 現在看起來還是很 一部分很難改變 但是 如果 在那一刻有興趣的話 你們 6月25號可以 在哪 對 請在哪 我專業一些 哈哈 其實中產階級 當然還是有 那菲律賓中產階級 會做些什麼工作 其實 大部分還是做 會做call center 就是 做那些 客服中心的人員 其實大部分 大學畢業生 薪資 英文一點的 就會到 科普中心 那這邊 其實就真的比較好一點 兩萬五 三萬塊 那其實 是 真的是大學生 不過他們就是 非常需要 大學學禮 那 大學禮 跟 大學就是另外一個問題 是其實非常 很多人不寫大學學費 高中 結束之後就會錯學 那 這個大學學費 大概是 現在一年 有五萬批鎖到七萬批鎖吧 那我們再 回去看一下 他們的 工作薪資 大概是 多少錢 一個月只有 七千 九千的這種 工作水平 工作薪資 他們怎麼去負擔 孩子的這些交易費用 所以如果是沒有大學畢業 我其實也很難到 科普總學去工作 所以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大家還可以去問 那沒有的話我大概就 把杜特蒂上任之後 一些 他再做一些 勞工的 政策講一下 然後其實 就快結束 好 杜特蒂上任之後 他對勞工做了一些 什麼檢討呢 杜特蒂在去年選舉之前 選舉 選舉 之前 他講了 說 他要終結 嗯 七月化 他要 終止七月化 然後他要讓勞工 可以有穩定的工作 所以他 上一件事情就是在 北中南三大島 各開了一次勞工高峰會 那勞工高峰會要討論什麼呢 他邀請了各個勞工團體 來跟大家 我們要如何終結七月化的問題 或是大家對七月化的想法是什麼 那 終結開完之後 在當地 在三個會議做成的結論 都是大家需要 他們大家想要 終結七月化 然後大家可以在續會去討論 如何去終結七月化的這些 好 那當終結七月化的結論做出來 接下來就是 勞動部要去煩惱這件事情嗎 他不開始要做相關規定 要去廢足七月化的 法條之後 就好像 有一大群企業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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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